破旧小区引发火灾到底有多危险 就在刚刚 小伙在家里挖矿 却没想意外引发了大火 由于小区比较破旧 当时用的都是廉价材料 此刻大火已经烧到了墙体里 消防员赶紧疏散附近的居民 当他们接上水管准备灭火时 却惊讶地发现 这个小区的消防栓里竟然没有水 而消防车里的水也紧过他们支持5分钟 队长赶紧联系总部请求支援 可最近的水箱到达这里仍然需要10分钟 面对这样的情况 里面的消防员只能喷一下停一下 最大限度的争取足够的时间 可是火时越来越旺 他们根本等不到救援队的到来 另一边 医护人员正在给受伤的居民治疗 老人说 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整整50年 当时这里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小区 附近的所有人都羡慕我们有一个游泳池 可是现在小区也不维护了 很多人都搬离了这里 就连游泳池也被管理员封了起来 一听到游泳池 消防员立刻有了一个想法 他赶紧找了过来 揭开上面的防尘罩 发现这里全是水 队员得到消息立刻前往 并赶紧接好水管 在有了足够的水源后 里面的消防员信心大增 没过一会儿就将大火全部扑灭 本次救援行动顺利完成 消防员向挖矿男询问事故的起因 男人解释是因为电源浪涌 导致的服务器被烧 而现在 他非常担心朋友那里 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消防员赶紧向他询问朋友的地址 可是朋友刚刚换了地方 他也不知道在哪里 唯一能确定的 也是这样破旧的小区 消防员很快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立刻电话联系电力部门 查询最近用电量 急速升高的用户 没过一会儿 他们就确定了目标位置 当消防员赶到现场时 发现男子正在准备撤离 看到自己无路可走 男人直接从二楼跳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的消防员 不禁感到一阵隐隐的刺痛